Ladies and the Jeans, 大家好,我是Mustleberg, 欢迎收看莫名其妙的影片,下次见神秘不可县的事情。 今天莫加讲的事情,其实各个新闻媒体的报道报得很多,报道了很久了, 它是我们今年2020年1月2号发生的军机事故,黑鹰直升机最毁事件。 我知道很多媒體爆了很多,各位可能也聽了很多 但墨金哥還是決定要拍出這麼一集 因為墨金哥想要在我的頻道 有這麼一部可以紀念偉人的影片存在 表達我對於他們的敬意 為防有人不知道這次事件是什麼事件 墨金哥簡單的提一下 2010年1月2號上午7點50分的時候 一架黑硬直升機從台北的空軍基地起飛 目的地是宜蘭東奧的某一個雷達站 上面載著非常多的人要去那個地方 做春節的衛冕慰勞動作 但是在上午8點7分的時候 這個飛機它的雷達光點在雷達的螢幕上消失了 那很快的軍方跟警方還有消防局 立刻就派人前去做搜尋的動作 大家都很緊張到底怎麼了 那在早上10點50分的時候 國防部召開記者會證實這架直升機 最毀於烏來同後夕的溪谷 那飛機上面載著誰呢?一共有13個人 很多我國的高階將官都在這個上面 將軍級別以上的人呢就有6人 台灣所有士官階級當中最高級別的總士官長呢 也在這上面 那我國的最高階將軍 三星上將也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罹難 同時他也是我國的參謀總長 沈一鳴 參謀總長呢是所有的軍職人員當中 階級最高的一個 那國防部長呢他不算 因為國防部長呢已經是文職人員 不過實際上參謀總長呢還是聽命於國防部長 如果這個職位放到某一些大國當中的話呢 用更具體一點方式去形容的話呢就是 他擁有按下這一個東西的按鈕的權利 唉youtube很麻煩 容許墨金哥這樣子拐彎墨角的說話哈 我也是很無奈 唉能夠按下這顆按鈕 那是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大權利啊 你的按鈕操控著幾十萬人的生命 甚至是幾百萬人的生命 各位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呢 那沈一鳴上將的他其實不是只有我們一般人 對於這些星星將官的理解 就好像可能是位置很大 但是不會做事一樣 他不是那種肥貌 實際上 沈一鳴真的是我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 他從空軍出身 基本上台灣所有的戰鬥機 或者是空軍的飛機他都會飛 從1998年第一次來台灣的幻象2000 沈一鳴就會飛 而且呢他還是第一批 千萬法國接受法國空軍教官指導 並且訓練的首批飛行員 後來呢成為總職教官 對國國後來的幻象2000 飛行員的培訓呢有重大的幫助 那不只幻象2000會飛 我們的經國號他也會飛 F16他也會飛 而且呢都飛得非常的好 更加重要的是 這三種國軍現役的戰機啊 在幻象的初期呢沈一鳴都有參與 這是台灣空軍的空情紀錄 那對於他的飛行技術來講 還有他的反應來講 前空軍教官余浩偉 他就曾經講過他的反應 靈敏到可以 右手開飛機 左手同時劃出空戰過程的人 那沈一鳴上將他不是只有在飛行技術對台灣有幫助 實際上他的英文能力非常的好 對於台灣跟美國之間的軍事交流 他都有非常重大的幫助 舉個例子 我們去年2019年跟美方採購的F16V戰鬥機呢 沈一鳴在其中就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幫助 沈一鳴他的外文能力非常的好 從200年他到美國的戰爭學院去受訓的時候呢 他就能夠用非常好的外文跟其他受訓的人員交流溝通 那也因此培養了非常多重要的人脈 能夠跟美方培養這些跟軍方有關的人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當時受訓的人員後來可能都升到了很高的職位 就像當時的沈一鳴可能還只是一個位階左右的軍官 現在升到了參謀總長 同樣的當時他的同班同學可能很多現在已經是不得了的位階了 所以他累積的人脈 讓我國近幾年跟美方的軍事交流產生了很好的幫助 很多軍事採購案可以因此更順利許多 那他跟美國的關係之好可以從一點看出來 美軍的最高軍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邁利陸軍四星上將 特別對此發表聲明 聲明內容是代表美軍男女官兵向台灣的沈將軍 以及其餘七位罹難者在直升機事故當中的慘痛陰落表示哀悼 並且稱沈一鳴為卓越的領袖 台灣防務和區域安全的支持者 這些肯定其實是美軍方面很少有的事情 以往都是相當的低調 但是這次事件美國會特別做出一些行動 代表這次事件他們相當的重視 所以我們省參謀總長的殞落 對於我公來說是真的非常重大的損失 那還不至於導致什麼國安危機 或者是台灣下一刻就要完蛋之類的 不至於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那麼優秀的人才離開了 啊 莫青哥也真的覺得很難過 這個事件過後呢 蔡文總統也宣布軍方就是全面 將你辦旗三天表示哀悼 那各黨的參選人也因此停了三天的各種競選活動 畢竟這次事件真的太慘重了 機上總共有十顆星星殞落了 螢幕前面的你可能不是很了解軍方的階級 用什麼符號去代表階級又代表什麼意義 這邊也簡短的說明一下 一般進區軍隊當中 我們是從士兵開始做起 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都是兵的階段 士兵上去是士官 下士到一等士官長是士官的階段 士官上去是軍官 軍官的位置從少衛開始說起 少衛是一橫還是一槓 每個部隊的用法不太一樣 我們用槓來稱呼 上衛是一槓 中衛兩槓 上衛三槓 上衛接下來是少校 我們稱之為一顆梅花 或者是泡泡這樣子 再來上去是中校兩顆花 上校三顆花 接下來是少將 中將 二級上將 最高級是一級上將 隨名上將在這次事件過後 被追證為一級上將 四顆星 那這次事件我們失去了十顆星星 從這個表看 就知道我們損失的到底多麼重大 這麼高階的人員離開了 真的是 那我們來說一個這個事件當中 木槿哥覺得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事情 在事件發生過後去調查的時候 發現參謀總長他的侍從官 黃勝豪 他的中孩被發現的時候 是以雙手環抱的方式 抱住參謀總長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在飛機發生狀況 他到最後一刻 這種這麼大的事件來的時候 他依然盡中指手去保護他的長官 我真的覺得 看得想哭啊 而且他原本的位置後面經過分析是 如果他原本在那個位置的話 他是有機會生存下來的 他是為了要保護他的長官 才離開他原本可能可以活下來的位置 到省一鳴的位置 這種勇敢的精神真的是 不只讓人動勇 也非常讓人去欽佩他 也因為有這樣子特別的事情 那木槿哥呢 也才更加確定我要拍這一集 來去表達我對他們的敬意 那講到這樣子令人動勇的事情 木槿哥他講到另外一件 同樣也非常讓人不捨 在2014年10月21日早上的時候 有一架AT-3教練機墜毀 墜毀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架飛機跟其他的飛機 要去準備嘉義全運會的表演 所以他們在執行高難度的 三機尾水滾的訓練 在訓練的過程中 6號機跟4號機在空中 500英尺的時候發生了擦撞 那很不幸的 墜毀的這一架AT-3教練機 他的尾翼被撞斷了 後面竟然導致機身不穩 最後面墜毀於高雄市 子官國小附近的一個農田 沒有造成任何民眾的傷亡 但是駕駛這一架AT-3教練機的 飛官裝備員很不幸的殉職了 這個事故感人的地方在哪裡呢? 感人的地方在於 如果裝備員他在插撞的第一當下 他就跳傘 那是絕對可以活下來的 塔台也叫他跳傘 但是他不跳傘 他堅持繼續將飛機往上帶 試圖閃過底下的民宅 他如果當下直接跳傘 那飛機很有可能就撞上其他的民宅 導致可能不止一人 甚至可能好幾十人的罹難 第二次塔台呼叫他跳傘的時候 他還是不跳傘 最後他堅持把飛機帶到機場南面1.5里處才彈跳 但是這時候飛機高度已經非常不足了 儘管他已經跳傘 但是他的降落傘來不及張開 導致最後面裝備員直接墜落地面 全身多數骨折 最後傷重不治 很多飛官他都講到 如果他第一時間真的就跳了 他真的就可以活下來 他放棄了兩次逃生的機會 而且塔台也呼叫他兩次跳傘 他都放棄 只為了避開民宅 跟我說這樣的精神 能夠不讓人去對他感到敬佩嗎? 影片最後讓我們再一次為這些英雄們默哀吧 希望這些英雄們還有這些罹難的人們 都可以在另外一個世界過得更好 最近墨鏡哥的一位遠房親戚吧 可以算是遠房親戚吧 這關係真的蠻遠的 也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過得很好 好了 那影片就這樣子了 結果就算了 掰掰了 我們應該按一下 今天點擊 我們就能提出 我們也都可以跡 到台灣 字幕增進去 我 선택的